哈喽大家好,哈喽我是天 我们今天就拿到了小米最新发布的小米13 Pro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置 它这一次有发布了四款颜色 第一款是陶瓷黑 第二款是陶瓷白 第三款是旷野绿,也是陶瓷的材质 第四款是用了科技纳米皮的远山蓝 小米13 Pro也有支持IP68级的防尘防水 它的屏幕是搭载了一副6.73英寸的超视感屏 采用了最新一代的E6发光材质 支持2K的分辨率 还有120Hz LTPO自私音刷新力 和240Hz的触控采样率 屏幕峰值亮度最高可以去到1900nit 性能方面 小米13 Pro是用了台积电4nm工艺制成 新一代的骁龙8GEM2处理器 再配上新一代的UFS4.0和LPDDR5X的散存 散热方面它是用了超薄的VC液冷散热材质 散热总面积去到3400平方毫米 相机的部分它的前直镜头是用了3200万的高清相机 后直镜头是用了和Ultra一样的Sony MMS989莱卡1英寸主色 再配上一颗5000万像素 莱卡75mm浮动长焦镜头 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莱卡超广角镜头 小米13 Pro也搭载了一颗4820mAh的大电量 再配上120W小米澎湃有线充电和50W无线秒充 还有10W的无线反充 它也用了Dolby Amos的立体双扬声器 还有Hi-Rage Audio有线和无线的认证 它这次一共发布了4个配置 第一个是8加128卖价3649 第二个是8加256卖价3919 第三个是12加256卖价4199 第四个是12加512卖价4539 它的机身厚度是8.38毫米 重量是去到229个gram 现在在我们手上的就是小米13 Pro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开箱 盒子里面就会有送你一只开信卡的信卡针 还有给你一张说明书 也会有送你一个透明的硅胶软壳 还有给你一条TAP-C to USB的数据线 和一个原装120W的快充充电器 现在在我们手上的就是小米13 Pro的实体机 我们这次拿到的是旷野锐的版本 上方就有它的三颗镜头 还有一个闪光灯 下方就有一个小米的logo 小米13 Pro的背盖是用了亮面的流光陶瓷设计 这个是下方的speaker 这个是麦克风的sensor 这个是TAP-C的充电插孔 这个是放信卡的位置 这个是上方infrared的sensor 这个是上方的speaker 这个是上方左右两边的麦克风sensor 这个是侧边的音量按键加跟键 这个是开关机按键 因为这次的主镜头是用了IMMS98 9亿英寸大底主色 所以从侧边看起来 镜头模组会稍微比较突出一点 在SIM卡的部分 它可以支持两张SIM卡 但是不支持memory卡 小米13 Pro的下巴也是处于比较窄的 前置镜头也是用了中央打孔屏的camera设计 它的处理器是用到Altacore Max 最高可以去到3.19GHz 系统是用了MIUI 14.0.8 它的Android版本是用了Android 13 色彩风格里面它可以支持生动、鲜艳、原色、高级模式 也可以支持真彩显示 屏幕分辨率它可以支持FHD Plus超清显示 2400x1080 还可以支持WQHD Plus激情显示 3200x1440 屏幕刷新率它可以支持60Hz 最高可以去到120Hz 它也可以支持超分辨率增强 AI智能场景优化 还有视频画质增强 在内存扩展里面它最高可以扩展多7GB的RAM 这次MIUI就多了一个可以在桌面养宠物的功能 目前只有5种选择 有植物也有宠物 当我们设定好了之后 屏幕就会多了一只宠物狗和一只宠物猫 我们只需要点击它一下 它就会跟你互动 这个是主镜头 这个是广角镜头 它转的话最高可以转到70倍 录影功能里面它也可以支持超级防抖Pro 录影画质它可以支持720p30帧 最高可以去到8K24帧 这个是文档模式 这个是专业模式 这个是人像模式 在大实镜头包里面它这一次就有4个选项 有黑白35mm 旋焦50mm 肖像75mm 柔焦90mm 这个是夜景模式 更多里面它可以支持50MP超级失效 短视频 全景 ROAD模式 慢动作 延时摄影 门拍 电影镜头 AI水音 长曝光 超级月亮 前后双景 魔法分身 这个是开启了夜景模式之下拍摄出来的样张效果 这个是在比较暗的夜景之下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前置的人像模式 这个是用了75mm肖像模式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用了3.2倍的长焦镜头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两张是用了10倍的长焦镜头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50MP超级失效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用了后置主镜头4K60帧的帧数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超级防抖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用了前置镜头1080p30帧的帧数拍摄出来的效果 在兔兔跑分里面它最高可以去到1290184分 它的单核跑分去到1480分 它的多核跑分去到505分 这个练乱乜的时候放血量 在王者荣耀里面他的帧率最高可以去到极高 分辨率最高可以去到超高 在王者里面他的帧率最高可以去到120帧 达到三场排位平均帧率保持在117到120帧左右 温度维持在43到45度 在和平行经营里面他的画面设置 流畅最高可以去到90帧 均衡最高可以去到极限 高清最高也是可以去到极限 HDR高清也是可以去到极限 超高清要在外面大庭设置 小米最新的旗舰款式小米13系列已经正式推出 从发布到现在小米13系列的讨论度都非常高 尤其是小米13pro号称是堆料的天花板 这次关注度这么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米13pro用了骁龙最新发布的骁龙8第二代处理器 透过安兔兔跑分对比上一代的骁龙8plus处理器 性能跑分大概多了10万分左右 也因为芯片是用了台积电4nm的工艺 所以功耗也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控温方面也表现得非常不错 而且这次手机还配备了LPDDR5X的内存 和新的UF4.0的闪存 超高的读写速度 可以保证APP更快的加载 同时有FBO存储换星技术的加持 让手机系统的流畅度更加持久 小米13pro的影像规格也直接配置了和小米12s Ultra一样的Sony MMS 9891英寸大底主色 也下放了12s Ultra使用的8P非球面结构 ALD镀膜还有莱卡双深画质 13pro在长焦镜头还多了一个佛洞对焦镜头组 在对焦的同时可以在镜头组内部移动 远可以拍人像 近可以拍特写 在屏幕方面 小米13pro也用了新一代E6发光材质的超动态屏 有专业的色彩管理 让屏幕颜色看起来更丰富 更真实 屏幕峰值亮度最高可以去到1900尼特 所以就算在大太阳的底下 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屏幕的内容 最后我们总结 这次小米13pro升级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可以讲目前主流顶配的配置都已经全部盖满 盖足了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台全能型的旗舰手机 都非常推荐你可以考虑这一台 也欢迎大家留言在评论区 看看你对这台小米13pro有什么看法 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 如果对这台手机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Shopee链接 来去我们Shopee做这个下单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记得赶快帮我们做个订阅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